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AutoHotKey的剪贴布的功能 AutoHotKey的剪贴布要使用的时候 只要直接使用这个百分号Clipboard百分号这样子的一个语法 就能够取出目前系统剪贴布的内容 像这个HotKey的设定 我们就是把目前剪贴布的内容储存到Current底线Clipboard这个变数里面来 然后最后面在我们的操作结束以后 再把这个已经存起来的这个变数的内容再存回系统剪贴布 这样子就会保存了我们原来剪贴布里面的内容 不会被我们后面这个Ctrl-C而影响到 这个是目前系统剪贴布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通常我们就会这样子使用 一开始把目前剪贴布内容给储存起来 最后再把它给还原 但是这样子的操作方法还是比较麻烦 我们今天要介绍了这一个扩充的功能叫做WinClip 它是一个AutoHart Key的一个class一个类别 透过它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WinClip提供的内部的系统剪贴布 我们在做这个Ctrl-C的操作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系统的剪贴布了 因为到时候我们用这个WinClip可以使用它内部的剪贴布 那等于是我们就同时会有系统剪贴布跟内部剪贴布 两个剪贴布 那我们不想要影响到系统剪贴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WinClip的功能 这样子就可以比较简单的达到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功能 不会影响到现有的系统剪贴布 那后面我们就是说明WinClip要怎么使用 那就请各位到这个我会提供的这个网址里面去下载WinClip.zip 那解压缩以后它主要会有一个WinClip API.ahk跟WinClip.ahk这两个ahk档 那在你需要使用WinClip的时候你要把它include进来 那WinClip要使用的时候它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你可以用静态的方法来使用 那这种静态的方法就是前面是写WinClip这个类别名称 后面就写你要使用的那个方法 但是这样子的使用方法它会操作的对象其实就是系统剪贴布 那如果说你要使用它内部的剪贴布的话 你要用实力的方法就是要用Instance的方法 你要先去把它给用New这个语法把它做一个物件出来 我们在这边会建立一个WinClip的物件出来 那后面就透过这个物件的用I开头的这个方法 来取得后面的要做的一些执行的事项 比如说我们要做拷贝要做复制的话 你就要用I copy 那要取出内容的话就要用I getText 我们这边写错了我改一下 I getText 应该用I getText再给取出来 那后面我们就来实际做一个范例 我们要用的这个范例是Yahoo的奇谋字典 我们透过它来做一个中翻音的搜寻 那在它的网址的这边 我们先随便打入一个要搜寻的英文单字 比如说我们要找Flutter 按Enter 那它就会搜寻到Flutter的内容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网址整个复制起来 Ctrl-C贴到剪贴布 再到我们的AutoGuy 把刚刚的这个 我们这一行加上分号表示是一个注解 然后把刚刚的内容Ctrl-V整个贴进来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搜寻的语法 我们主要会先找到这个问号 那这个后面这个问号是我们要保留的部分 这个就是它实际上执行搜寻 要传递进去它网站的这一串关键字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社区分号后面 整段把它给删掉 一直到这个问号为止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实际执行的这个搜寻的网页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我们传进去Flutter这个地方 到时候就会换成我们这个渠道的这个变数 那我们后面就可以来写我们要做翻译的这个按键 我们这边定义了一个Ctrl-T 按了Ctrl-T以后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先建立一个WinClip的物件 把这个物件命名成WC 表示WinClip 然后再用WinClip的iCopy 把目前我们在浏览器里面选择的这个被选取的文字 把它存到我们WinClip的内部的剪贴簿里面 然后再用WC.iGetText 从系统剪贴簿把他的文字 用文字的形式给取出来 并且存到T这个变数里面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T 塞到我们的这个用T 的方法塞到这个网址里面 然后用RUN去执行 它就会开启搜寻Yahoo字典的这个搜寻网页了 我们做好以后 按一下Execute 因为我们这个要使用WinClip 请各位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Include 这两个AHK档要记得要Include进来 我们已经执行过了 我们切到这个网页来 我们随便去找一个要搜寻的东西 比如说我要找这个Clipboard 跑到程式 我们随便再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找这个Currently 我们现在就是只是按了选取 然后直接再按Ctrl-T 我不需要按Ctrl-C 我直接按Ctrl-T 你看到它就直接会把我们刚刚选择的这个内容 放到这个P等于的后面来 然后就马上执行了搜寻 那这样就可以直接搜寻到系统的内容 那我们再按一下我们的系统剪贴簿 你看这个系统剪贴簿 其实不是我们刚刚选取的这个Currently 表示我们的系统剪贴簿 并没有被存起来 因为它是我们是透过WinClip里面的内部的剪贴簿 所以跟我们系统剪贴簿就已经分隔开了 所以用了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使用到了两个剪贴簿 那这样子我们就有很多剪贴簿的相关功能 就可以来继续做使用了 那这个剪贴簿的功能 今天就介绍这个WinClip给大家 那希望对各位将来的这个扩充能够有所帮助 谢谢各位